出財集結受害者站出來提告Nono性騷擾的小洪老師 18號突然在臉書發出不自殺聲明 透露自己遭人私訊威脅 貼出私訊對話截圖 內容中對方說到殺手已經就位 甚至還點出時間點 小洪老師回覆已經報警 對方還繼續說 天道蒙太陽會的人會去處理你 已經接了 價錢也談好了 最後跟落下一句 你敢告NO哥就有人敢處理你 陳先生的一句沒有印象 又再一次刺中每一個活在他母轉隱隱的女生 這麼多人發生了 為什麼他還是不承認 一個忘記 兩個忘記 我就不相信三個四個 五個十個他還是忘記 勇敢發聲卻遭到私訊威脅 小洪老師也不免感到害怕 發出不自殺聲明 強調如果自己受到任何傷害 都不是出自於本人意願 希望檢警單位詳查 據我所了解台北市的附幼隊 已經在第一時間就跟檢方聯繫跟分工了 一個被性騷的女性勇於揭發這件事情 結果呢 黑道都要出手了嗎 那警政署你們是不是應該留意一下 而時機看看發出私訊恐嚇的賬號 也疑似是假賬號 NONO經紀人又一次低調表示不回應 不過網友看了也力挺報警 說光是這份恐嚇訊息就已經觸法 湧入五百多位網友替小洪老師加油 還有不少人再度喊話NONO